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西安逛一逛长安时的福华盛世 一起梦回大唐 我们到酒店放好行李之后 已经到了下午五点 于是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去灰明街吃小吃 说到回明街很多人都不推荐 认为商业感太强 但我感觉还是可以一去的 推荐黄桂柿子饼 喜欢吃甜植的小伙伴可以尝一尝 我要一个玫瑰葡萄的 谢谢 哇还是热的好烫 这个好好吃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柿子饼真的好好吃啊 强烈推荐的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 你好让我有用 floor WOR函发 放下来 烫个烟 words 也可以 糯米厨什么 真的 лаг 不好吃 但是这是好玩 对的是啤酒 戴藏 Bl parecer 是不是因为冒陰冰淇淋太厚了的原因 我感觉这个酸梅汤格外好喝 这牢刀 好了 哈哈哈 哎 蛮好喝的 看杰克 打了 喝一口 哎 这个 陕试餐的冰淇淋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好吃 不过好奇宝宝们可以尝一下他们这里豆腐味和油泡辣味的冰淇淋 好了 谢谢 我们买了一个油泡辣味的 然后一个中华豆腐味的 一个樱桃味的 还有一个桂花牢刀味的 哇 喝醋了 小心碰头了 还是碰到了 想吃泡沫的小伙伴可以去一阵楼 这会让你体验掰磨的快乐 然后呢 先掰磨 哦 先掰磨 哦 先掰磨嘛 哦 好家伙 虽然还是这么玩的 本男人很饿了 还能拍摄你 我没有 我刚才说的事 我说该要掰好你吧 然后他给我拿了两个磨 哈哈哈哈 你能听错吗 哈哈哈哈 一起拍吧 拍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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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就出外地了 我帮你试吃了 哈哈哈哈 那好硬啊 好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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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手包抽筋了 看来看看有没有 我掰好的 不是 这还有好大一块 哈哈哈哈 他跟你还有一个磨没掰呢 我的手都红了这里 反正你们到位里等了我 谁是我妈等你了 哈哈哈哈 有的人已经上菜了 还有的人还在这掰磨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开动的朋友 吃完后的脚趋 哈哈哈哈 太大一块 要把你给奶脚趋 这个没那么大 哈哈哈哈哈哈 好笑 哈哈哈 谢谢 我们可以拍到了 耶 我们可以拍到了 哈哈哈 你们看吧你们吃吧 没事吧 哈哈哈哈 哦他过来了 哦哦哦 哇他直接过来了 哦你好乖啊 哦他臭哦 哇 哇 哇 我可以拍到皮肤 哈哈哈哈 看到他怕了 吃饱喝足后 可以来看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皮影戏 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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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楼也是西安必达卡的行点 西安钟楼是中国现存钟楼中 行至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今天的全程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第二天的早餐 我们决定去西安当地人都会去的小吃街 打金桥 有许多正宗地道的小吃 我为了吃这个肉加坡排队传了近期半个小时 这个肉给的真是压实 起来好多呀 都没有进来 进来了 你现在要去朝阳门 不是 你现在要去永幸坊 我已经过了朝阳门了 饭得好像很累的样子 这不是网上那个 这是网上抖音上面 我之前抖音上伤害过它 我在这里入境了 永幸坊是西安是为了继续完善顺程向历史风貌而建造的 在永幸坊不但可以感受唐城108坊的风貌 还能够品尝到正宗的陕西民间小吃 我们现在要去大烟塔附近干饭 哦 凉一块儿 薄饼酥 提到大烟塔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先生您好 你是西安门禁人吗 对啊 你去大烟塔聊起床啊 大烟塔 大烟塔这蓝丛大烟塔这有啥看的 这蓝丛大烟塔这有啥看的 这 开个玩笑哈 俗话说得好 来都来了 怎么也得来参观一下大雁塔嘛 毕竟这也见证了西安千百年来的历史 距离大雁塔不远处的大唐扶荣园 是中国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 里面的唐室建筑真的无比震撼 仙气飘飘 哦有彩虹哎 我就好像一个开的瓶子空雀一样 哇这个光 对这个光很好 但是我 当冰戴尔校园出现的时候 光就有了形状 当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 大唐服务员便有了不一样的景象 大唐服务员以圣唐文化为背景 是西安唐文化展示和体验的首选之地 这个灯光就发生了 好家伙 好家伙 好多人啊 好家伙 好多人啊 好家伙 好大人啊 好家伙 哇 哇 这个好家伙 后来好多血 哈哈 却一起喊 糖石粉应该是卖吃的 最火的要住这里的网红 不倒翁小哥哥小姐姐 真的是围的水泄不通 建议大家提前去 我们打车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嗨 我们在等饭做 对我们在等饭做 不知道是辣豆子的还是冬坑的 我要偷偷上去冬个坑 这是我们已经在西安的第三天 但是我们来了西安以后还没有去吃面食 然后我们今天打算去尝一下西安的凉凉面 对的 为什么我的镜头今天这么糊呀 世界变清晰了 我没有做凉凉面的凉凉面 你好 是凉凉面能点吗 后面不是凉凉面 这凉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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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城墙是中国县村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成员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晚上参观 因为白天就是凉凉面 真的聚热聚晒 你这才走了三个台阶就好累了 哈哈 他这个城墙走完一圈需要五多小时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找一扶行车登一会儿 但是多多的天我们现在在城墙上骑十段公里 我们下午还要去看木呢 我们下午自己就可以进观察板里躺着了 多四个 多四个 哈哈 这是清朝的 这是现在的 一会儿人家讲解的就是 这是二十四小时刚来的 哈哈 快快快 快一天了一天了一天了 一天了一天了 赶紧骑快快快快快 我们的下一站目的是兵马俑 兵马俑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 是来西安旅行不可错过的一站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兵团 他们庞大而整齐 向我们展示了清朝军队横扫六合的强大力量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在西安的最后一站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国家级博物馆 当你在抢票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它到底是有多么的火了 建议提前几天到公众号预约抢票 好了 那么我们本期的视频 就在这首欢快的音乐中结束啦 我们下期清海见